一樣是上面的這個面板 樞紐分析工具 選項的旁邊有個設計 設計裡面就可以讓你的那個外觀 稍微調整一下 比如說我希望把這個外觀本來是黑白的 我希望讓它變彩色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點選 這個樞紐分析表之後 上面一樣是設計面板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蠻多 相關的設定 其中有一個是最右邊有一個叫樞紐分析表樣式 點選之後 它預設好像是長這個 預設是這個 這個樣式 樞紐分析表樣式 淺色16 假如你不喜歡這個顏色的話 奇怪這個一直跳的 我把它關掉 那我把它改成比如說我想用一個 綠色的 假設 那你可以移動到下方這邊有一個 這個叫中等深淺 除了中等深淺之外 底下有什麼深色 一堆 相關的樣式 你可以把這個樞紐分析表 做個顏色的變更 點選之後 看起來 又有不一樣的樣貌 這個是 有關那個樞紐分析表樣式的這個設定 可以在針對這個做一個樣式的變更 那當然如果你要移除的話 記得如果你要怎麼加 就怎麼移除 加是從 一樣是 樞紐分析表工具設計裡面加 如果你要把它去掉的話 記得在 這個設計裡面的下方 有一個叫清除 OK 所以設計裡面 針對它有一個清除 假設你要把這個功能 樣式拿掉的話 把它清除掉 OK 它要恢復了 這個是完全沒有樣式 加是從這邊加 所以你可以 看要什麼樣式 這裡面蠻多的 你不用去 想說怎麼去設定 反正選對了之後 它就幫你把那個樣式加上去 去掉的話就是從 下方有個清除的功能 清掉 它又恢復陽春版 其他的話再來就是 怎麼移除 再來的話呢 我們 就是要 再把它繪製成 那個 表 變圖 變圖 變圖的話 其實 裡面它有提供你 一堆的圖 可以讓你選 比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 針對那個 剛剛的分析結果 比如說我針對 不同的那個產品 它的區域 幫我畫出什麼 畫出那個直條圖 那我要怎麼畫出這個直條圖 類似像 各位 在講義裡面可以看到 比如說我要針對說 不同的 產品 它在不同的區域 奇怪 這怎麼一直跳這個 那 這個地方幫我畫出類似 各位畫面上看到這個 這個 表 這個圖的話 像柱狀圖 那怎麼畫比較快 特別是第一個 一樣的方法 我們剛剛做完之後 你可以 一樣切到選項裡面吧 裡面就會有個 所謂的樞紐分析圖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 樞紐分析圖 功能的話 應該也是 如果是新版也就要分析 舊版叫 我這個版本叫選項 裡面的話也叫樞紐分析圖 那你只要把樞紐分析表 先做完之後 你要畫圖的話 就非常的簡單 OK 那怎麼做呢 第一步 就是游標先要壓在這範圍裡面 第二步按下那個什麼 樞紐分析圖 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要畫哪一種圖 OK 那哪一種圖啦 反正你可以針對 如果是你要針對 比例上面的話 你可以用圓 圓圓圖 這邊有圓圓圖 如果你要是 時間 趨勢 趨勢的話 你可以用折線圖 或者是說你只要顯示 相關的數量的話 你可以用直條圖 反正直條圖是 一般最一般 可是他有時候沒辦法顯示 時間變化 不過我們這個中區 好像 這個也不需要 時間變化 所以用直條圖好了 那直條圖裡面 又分成橫的 跟 好像橫向的吧 他有那個 縱向的 跟橫向的 另外還有分成 立體的跟平面的 我們先不要弄那麼花俏 我們用那個 平面的好了 比如說我用 左上角 這個 按確定 再來的話 你會發現 他 馬上就幫我把 這個圖給 畫出來 有沒有 就這樣 你會發現 剩下來就是說 你可以再把這個圖 他預設就直接幫你把它放到哪裡 放到 這邊 當然有幾個 方式就是你可以把它移到旁邊 放旁邊 OK 放在表 所以這邊就有所謂的 圖 有表 OK 但是如果你覺得說 放這裡好像 卡卡的 為什麼 畫面已經放不下了 那可不可以幫我另外再搬到 一個 工作表呢 其實可以 可不可以看到那個 他的什麼呢 右 他的右上角有個什麼 當我產生 這個圖之後 他的 那個什麼呢 右上角 就會有移動 圖表 的功能 也就是說 預設是放旁邊 那如果說你希望把這個圖 另外新增一個工作表 幫你把它放過去的話 那其實非常簡單 你就直接按一下這個 叫移動圖表 這個時候呢 他會出現說 你要放哪裡 那這個時候呢 我 如果要放在一個新的工作表的話 那你就選舉上面這個 叫新工作表 那名稱的話呢 也許叫什麼 就 反正這個名稱可以自己取 要 通訊 通訊產品統計的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圖好了 通訊 產品 統計圖好了 統計圖 OK那這邊的話他要按確定 你會發現他就會幫你把 這個圖 搬到一個新的 有沒有 原來的這個表 旁邊就消失了 他就自動幫你在前面 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並且把圖 放到前面去了 你就可以拿這個 圖看 做其他的運用 蠻清楚的 當然這個圖裡面的話 你還可以再做其他的配置 請各位也許先試試看吧 大家如果 你不喜歡這個圖的話 你還可以在 選項 樞紐分析圖 你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覺得 這種直條的不好看 看有沒有什麼圓餅圖 或其他的散步 等等的 比如說折線圖 假設畫一個折線圖 然後按個 確定 他會馬上幫你把那個 折線圖畫出來 有沒有 如果你要移動他的話 很簡單 就是直接按一下這個 移動圖表 這邊就有一個 新工作表 按確定 當然你可以多畫幾種 反正你這個圖 裡面一樣是一堆 你可以 要表現的 因為每一種圖 他的 能夠表現 的形態 不太一樣 所以你可以多畫幾種 然後選出一個 比較適合你想要表達的 也許你在做簡報的時候 就可以把這個圖給放進去 因為你複製貼 就可以貼到簡報裡面去了 OK 比如說裡面還可以再加一些東西 解一些東西 喔 谢谢大家